沙特阿美再次布局,签约山东石化产业,持续加大,对我国投资 今年10月11号,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与山东玉龙石化签订谅解备忘录 从今年年初开始,沙特阿美频频布局中国市场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?沙特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?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,在观看的过程中,不要忘了点赞关注 1.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是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领头羊 该国是一个君主之国家,禁止正道活动 国土东部濒临波斯湾,西部濒临红海,周边邻国众多 有伊拉克,科威特,约旦,阿联酋,阿曼,卡塔尔,巴林,也门等 国土面积约225万平方公里 目前沙特境内有3218万人,但是本国公民只占58.4% 沙特首都是利亚德,这里是沙特最大的城市 也是红海和波斯湾之间的中转站 利亚德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 在上世纪30年代,发现石油后才发展起来 主要的工业部门是石化、炼油、纺织等 沙特除红海沿岸是狭长平原外,其他领土几乎都是高山 红海以东是塞拉特山,因此地势逐渐降低 该国沙漠广部,北部有大内夫德沙漠 南部有卢浦哈利沙漠,气候炎热,年均降水量少于200毫米 2022年,沙特的GDP总量约11,081亿美元 人均GDP约3.44万美元,亚洲第九 按照人均GDP数据,突破3万美元就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是沙特并不是发达国家 这是因为该国的经济的主要来源是石油 经济结构单一,高科技产业不发达 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石油、储量、产量和销售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以探明的石油储量为500亿吨 天然气储量为34,885亿立方米 1981年,该国的石油产量达4.9亿吨 收入1032亿美元 已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石油带来的巨大收益 使该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 石油在沙特经济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石油收入占GDP的40% 出口收入的90% 以及全国总收入的75% 正因为对石油过分依赖 沙特也开始大力发展钢铁、化工、建材等非石油产业 2.沙特阿美签约山东石化 石油是沙特命脉 自然是国企经营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简称沙特阿美 该公司成立于1933年 是一个综合国际石油公司 该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 2022年 该公司的利润约1611亿美元 公司业务涉及石油勘探、开发、生产销售的各方面 2022年 沙特的石油日产量为1052.39万桶 占全球的14.12% 而沙特阿美的原油产量 占沙特总产量的99%以上 可见其实力深厚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沙特阿美在10月11号宣布 与山东玉龙石化签署合作备忘录 该公司有意收购玉龙石化10%的股份 签约当天正值第四届跨口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透露 对山东省包括玉龙项目在内的大型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 兴趣浓厚 玉龙项目是玉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 位于烟台龙口的玉龙岛 由玉龙石化投资建设 目前正处于收尾阶段 预计原油加工能力为每年2000万吨 根据合同 沙特阿美将为该项目提供原油和其他潜在原料 今年沙特阿美在中国开始了扫货模式 3月26号 沙特阿美先后看中了辽宁和广东 该公司投资了辽宁盘景的重大精细化工项目 计划投资838亿人民币 在该市建设一座炼化综合体 同时还计划在广东茂名 建设原油一步法制锡厅的生产线 项目分两期 一期总投资800亿元 7月 沙特阿美收购了荣盛实化10%的股份 9月 沙特阿美与江苏东方盛宏签约 预收购其10%的股权 3 沙特阿美布局中国市场的目的 过去10年 沙特阿美一直在布局中国市场 该公司与中国油气公司的合作方式 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贸易型合作模式 转变成现在贸易加投资模式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油气进口市场之一 而且美国通过页岩油改革 逐渐实现能源独立后 亚太市场就成为沙特的主要出口市场 中国就是最大的买家 近些年 沙特每年能为中国提供超过8000万吨石油 采用这种双保险的合作方式 一方面能拓展其下游业务 另一方面也能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 稳定其石油出口 这些都凸显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 沙特阿美布局对我国也有不少好处 我国2022年的石油消耗量位居全球第二 进口量高达5.08亿吨 全球第一 在全球原油进口量中的占比为18.6% 我国的石油储量约37亿吨 全球排名13 2022年的产量约2.05亿吨 仅能满足国内30%左右的需求 因此沙特阿美的投资能促进中沙深度合作 为我国提供较为稳定的一大石油来源 其次 我国石油行业的下游炼油产能 每年约9.3亿吨 但是年消耗量仅有7亿吨 产能过剩 与沙特阿美的合作能帮助我国淘汰落后产能 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最后对于山东而言 这也是一份发展机遇 沙特阿美与山东有多年合作 2021年在山东开办了第一家办事处 山东本身拥有巨大的石化市场 集中了1亿吨的炼化产能 但是山东炼化企业众多 却缺乏大型炼化项目 与沙特阿美的合作正好可以逐渐改变这一局面 使山东保持在炼化产业的地位